那現況不是所謂的法定建築用地 是農務用地 那你想要變更為建築用地 這時候就可以從這個計畫來去執行 來去更正 因應國土計畫法 部落的土地將化定為部落範圍或聚落範圍 部落族人將可依需求作為農業第四類 或城鄉發展第三類 不過族人比較認同農業第四類 部落的土地將可提升利用的價值 有租人就非常憂心 會不會因此增加財團利用的機會 形成部落土地快速流失 今天的國土規劃是不是限定在傳統領域 結果不是 不是的話就是跟一般的一樣 很容易被這個財團 被列為土地操作的機會 而一方面政府怎麼樣去規範 不要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做的就是去增加聚落範圍內 它的使用功能更符合到族人目前的使用 跟將來的使用 因為那個屬於它私人的土地 它要去做甚至後面可能會去買賣的行為 這個也不是我們能夠去做防範的啦 我們也只希望是說 部落族人要學會珍惜自己的土地 要愛護自己的家園 國土規劃法將以114年5月實施 正式取代區域規劃法 縣府並希望趕在國土規劃法施行之前 先導說明 讓部落族人了解土地 轉圍哪些功能分區底下 未來可以如何使用 延遲新聞法務委臺東長斌採訪報導